我们上次是不是说这一集要来讨论的是安全的租约啊 对啊 那说明什么是安全的租约之前 我们先来讲一下租约的基础元素 它包括双方当事人 租订物也就是地址 如果有房间的话也是要标注上去哦 再来是租金 租订期间 也就是从什么时候租到什么时候 如果是具备这四项要素的话 其实你们之间就已经成立租约关系了哦 所以我用LINE沟通啊 只要有符合这四项元素 这样子就算成立了吗 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 但只要对方能够证明 比方说他有保留你们之间的对话记录 那这样子就可以证明你们之间有作用关系了 那也就是这之后 你们就必须去遵守你们房东和访客之间的权利利益了 可是有一些通讯软体啊 它不是有收回的功能吗 那这样子不就对我很没有保障 因为有时候像人简讯还是电子邮件寄给对方 可是他说没有看到 这样怎么办啊 对啊 所以我才说要能够举证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提证据 当然也没有办法证明说你们之间有这样子的约定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房东和房客之间要确定循例的组约 而且要一试两份 也就是像房东和房客都可以带回一份一模一样的组约回去 那除了那四个元素之外啊 到底一份安全的租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啊 像我这本这么厚 里面看里面有懂到底有没有陷阱也不知道 其实在租赁条例上路之后 对租赁契约已经有非常详尽的规范了 那首先我们要快速的去省略一份租约 可以掌握个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要先看在租约上面有没有违反 不得记载事项 什么是不得记载啊 不得记载就是不能写 房东提供的租约上如果写了不能写的事项 就违法啦 那这样房东违法我要怎么处理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跟消防单位申诉哦 因为主管机关就会对房东要求限制改善 如果房东还是不改善就会开罚咯 接下来要确认租约上有没有完整约定应记载事项 也就是应该要写的事项 总共有23点 哇这应记载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对啊 就是其实就很多时候啊 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在租约的时候 都没有约定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 所以等问题发生的时候 双方就吵不完了 那可是除了这些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之外 那第三个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啊 那我们的第三个重点就是 入约上一定要有住宅标的现况确认书 以及设备眼交清单 因为当房东把房子给房客的时候 要把屋况啊 还有设备的品牌数量以及现况 一一的确认清楚了 嗯那这样子是不是应该也要拍照纯正 那不然就算我跟房东切了这两份啊 那只有文字可是没有图片的话 房东可能也会跟我讲说 我的房子之前不是长这样子的 是啊 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拍照的时候 双方都在场 而且拍完的照片 如果你有房东的LINE啊 或是电子头线 也要传给他纯正 这样的话 双方就可以透过对话记录 来确认拍照的时间了 而且之后 房客在把房子 返还给屋主的时候 那双方也是要透过这两份文件 来点交房门房屋 哇 要签一份安全的租约真的很不容易耶 但是经过简行律师的分析 我整个清晰了很多 也知道要怎么去看我那份租约了 其实啊 只要掌握好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重点 就可以避免绝大多数的租屋纠纷咯 安全租屋的第一步 就是好好签约 香月条文内容更是基本功 所以要怎么做呢 Scale 喆 好 喆